制定政策是完全不食人間煙火 他不曉得道理 道理那個可行不可行 這個每天 陳時中下午2點的連續劇 一下嗆疏困 一下酸時中 炮火對準中央 可主席毫不留情 但已被問到 北市府縱放乾貴 柯市長卻裝沒聽到 市長 市府被說是乾貴門神 你走開 不管怎麼和柯市長 就是不回答 眼看乾貴大火快一個月了 釀六死 業者責任大 北市府卻被質疑輕輕奉 尤其法務局指 因業者說會負責到底 不只沒有假扣押作為 連信託基金也不用了 完全的放縱和包庇 因為到目前為止 錢會拒步提出 任何的信託的金額 而台北市政府 就一副束手無策的樣子 家屬沒有要求在我們 在要求信託基金 這信託基金並不是法定的要件 不同於八仙城報 新北市府的積極 北市面對重大公安悲劇 採十足被動模式 更別說乾貴大火 一奏成員工喪命 屬重大職災 但勞動局 連一張罰單都沒有開 藍營也點出關係圖 北市法務局長跟勞動局長 都是駐日代表 謝長廷子弟兵友 深厚關係 而謝長廷又和綠媒關係 極度友好 質疑難道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互航鏈台聲嗎 因此就成為了 乾貴KTV的一個門神 到底這兩位為什麼 對乾貴KTV這麼好 這麼溫和 我們再瞭解一下 在錦濤洞去做 正式發行文稿的回答 除了北市府被動的逼著炮 身為虛康澤的出事業者 乾貴即便董上鏈台聲 已經轉列被告 裁定100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但也要把所有爭議講清楚說明白 記者黃明君 陳文苑SC小組台北採訪報導